什么是世界上最浪漫的死亡 我们都知道 鲨鱼在死后会缓缓地沉入海底 这过程既孤独又缓慢 因此它有个美丽的名字 沙雕 除了沙雕 你们一定也听过鲸鲁 鲸鲁是鲸鱼死亡的过程 初天会感觉唯美浪漫 但过程却非常的悲壮 鲸鱼死亡之前会有预感 之后它会脱离族群 慢慢等待死亡的降临 一鲸鲁 万物生 既是消逝又是重生 鲸鱼的死亡共有四个过程 在鲸鱼死后会缓缓降落 这过程会吸引大量的食肉海洋生物 它们会啃食吃掉鲸鱼的肌肉组织 成年的鲸鱼体重可以达100多吨 其中的肌肉组织占十分之九 这足够让肉食动物食用两到三年时间 而这也仅仅是刚开始 鲸鱼的肌肉组织被食肉动物啃食完之后 尸体的气味会吸引海底的多达20多种甲壳类 以及多毛无脊椎动物 它们也会在鲸鱼的尸体上存在二到三年之久 直到血肉被蚕食殆尽 但这还远没有结束 因为鲸鱼的骨头也是非常重要的养料 大量的艳养菌生物们在这个时候赶来 它们将分解掉鲸鱼骨头上的脂质 并以海水中的硫酸盐为氧化剂 从而产生硫化氢获得能量 而艳养菌生物将会吸附于鲸骨之上百年之久 当鲸鱼的有机物质被消耗殆尽 鲸鲁还将以胶岩的形式继续存在 成为很多小鲸鱼类的天然屏障 也成为海洋生物们的栖息地 据科学家统计 鲸鱼死后会为43个种类 12490个生物提供能量 鲸鱼这波澜状况的一生让人肃然起敬 鲸鱼死后给海洋带来了无限的繁荣 也给海洋生物带来了无限的延续 是鲸鱼对自己生存的家园流存的宝贵财富 是鲸鱼对这片大海流存的最后温柔 但不是所有的鲸鱼都会自然沉入海底 也有一部分会搁浅在沙滩上 鲸鱼死后本应该沉入海底 回馈给大自然 但也有例外 部分的鲸鱼会搁浅在沙滩上 这就从浪漫的鲸络变为充满味道的惊爆 鲸鱼在死亡之前吃过的食物 在死亡之后会产生气体 处理不当就会产生威力巨大的爆炸 满天的腐肉气息 满天的鱼虾从天而降 1970年的11月份 美国俄勒冈州的海岸之上 一头重约巴顿的抹香精搁浅沙滩 但遗憾的是 它被发现之时已然奄奄一息 怎么处理它也是一大难题 最后当地官员选择求助海军 海军的建议是 直接用炸药炸开鲸鱼的肚子 散落的尸体可以供海鸟和螃蟹享用 顺便还可以清理干净海滩 说做就做 在海军准备炸药的奸细 数以万千的美国民众闻讯赶来 准备观看这个庞然大物的爆炸瞬间 媒体们也纷纷报道采访 追踪进度 并打算在爆炸当日进行现场直播 在爆破当日 周围占满了围观群众 媒体 摄像机 记者等等 后来就现场记者回应 就听了一声巨响 鲸鱼的腐肉伴随着炸药的历史直冲天际 大概有几十米直高 壮观非常 但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 让所有人都难以忘怀的事情 被炸成碎片的鲸鱼尸体 像下雨一样落了下来 空气中也充满了腥臭蓝纹的味道 所有人都慌忙逃窜 但只有他不可以撤离 因为他作为记者 要担负起直播的众人 这种时刻 他只能自我打趣道 鲸鱼腐肉飞到了奇怪的地方 我真是驯爆了 居然变成了脂肪记者 但这种尴尬的时刻 远还没有结束 因为还有更加让人哭笑不得的状况存在 带各种乱肉纷飞的厌恶散去 才发现鲸鱼 还是一整个的躺在那里 并没有什么变化 原来忙活半天 鲸鱼只是掉了点皮 而且还是以这种全民为官的方式 闹剧不止 200开外的汽车 也受到天降腐肉的攻击 有一辆军官刚买的车 被鲸鱼肉块直接摧毁 可见威力之大 原本是想让海鸟和螃蟹 帮着清理腐肉 没想到这一仗 也直接把他们吓得跑光 这满海苔的碎肉 缠着散落一地的消食 只能人工打扫 于是管理局的各种官员 不得不临危受命 接手了这个棘手的工作 而这场闹剧的源头海军 却完美隐身 现场直播的记者 在总结的时候讽刺道 以后再遇见这种事情 一定要牢记 哪些事情千万做不得 看起来感受很深啊 但如果警报发生在城市闹区 那又将会是多么可怕的画面 2004年的台湾海岸 一头重55吨的抹香精 搁起而死 当地启用三辆起重机 终于将鲸鱼装上板车 在板车经过城市闹市街道的时候 鲸鱼体内的腐烂气体 突然发生爆炸 转瞬之间 整条街道都布满了臭鱼烂虾 广告牌小摊位 汽车商店 无一幸免 那味道那场面 简直可怕 但这还不是 鲸鱼吸手的最主要原因 在日本 鲸鱼是可以随意捕获的食物之一 2009年 美国导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名叫《海豚湾》 片中明确记载了 日本捕上海豚的全部过程 被鲜血染红了海湾 一距又一距的海豚尸体 触目惊心 一时间世界哗然 但其实 日本人对鲸鱼 也并没有心思手软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 补鲸国 蚀鲸国 早在400年之前 日本就开始了补鲸之路 虽然这一举动 引起了国际社会 以及保护组织的反对 但日本人依旧我行我素 让全世界人民为之愤怒 所以在1986年 国际补鲸会 颁布了补鲸公约 禁止全世界进行补鲸行动 但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日本政府打出科学研究的名义 对鲸鱼继续进行大肆补牢 太平洋附近的鲸鱼 被残杀殆尽 他们就不远万里 看到南兵羊海域继续补牢 可谓是惨无人道 更让人心生寒意 甚至连怀孕母鲸 和未成年幼鲸也难逃厄运 自古以来 补鲸就是日本的传统项目 但让日本人将补鲸发展成产业的 还是因为美国人的到来之后 因为美国舰队 对鲸鱼游的需求很大 促使了日本人 对鲸鲸力度的加大 并且在日本海域 建立了美国鲸鲸基地 并将捕杀而来的鲸鱼 变卖钱财 也就是这个时候 鲸鱼变成了日本人口中的美味佳肴 原本温顺的鲸鱼 也变成了日本人口中的海洋恶霸 1971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保护鲸鱼的政策 这一政策也得到了不少盟友的支持 在众多国家的施压下 日本鲸鲸行为也得到了遏制 但究其原因 为什么日本人如此顽固 要对鲸鱼穷追不舍 原来日本人认为 禁止捕鲸是美国打压日本经济发展 抢占日本粮食市场的一种恶性竞争 所以这就是日本政府宁可顶着各方压力 也要坚持捕捞的重要原因 日本政府在2012年发起的调查显示 仅有18.5%的民众 支持禁止捕杀鲸 可以见得这个民族并没有为此进行过反思 鲸鱼是海洋中最重要的存在 它像一个孤独的旅行者 也像是一个孤寂的守护者 它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大海 奉献给了这片养育它 补育它也埋葬它的地方 生生不息方能长久 保护鲸鱼不仅仅是保护海洋 也是保护地球 保护我们自己